台东关山镇一名女子前往当地农会信用部 预汇款新台币14万元 行员积极询问女子用途 女子表示要汇款给香港的男性网友医疗费 行员直觉有意 可能是诈骗案件 通报派出所警员前来协助 在大家的苦劝之下 成功保住女子的血汗钱 警方走入农会信用部 了解女子要汇款的动机 以厘清是否诈骗手法 台东关山镇分局6号接货农会信用部通知 表示有一名女子要汇款新台币14万元 给在香港的男性网友当医药费 行员直觉有意 通报辖区警方前来协助 并在警方以及行员的厘清以及劝说之下 这才让该名女子恍然大悟 差点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内 额农会表示 感谢警方火速赶底现场 拦阻名子汇款 诈骗集团的诈骗手法成熟不穷 感谢关山镇团跟机制团队 期待出所严谨 常来实施防诈宣导 并且与我们建立完善的通报机制 让行员在发现可疑状态时 能够立刻通报 其能有效的燃阻诈骗 以警察吸手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关山警分局也表示 都有跟辖区内的邮局 农会等金融机构建置联系平台 因此如果当行员发现 有疑似遭到诈骗的民众时 都能够迅速与警方取得联系 本分局为有效防治诈骗 与辖内各农会信用部邮局及超商等 均有建立LINE友善通报群组 若有发现民众可疑大额 及不正常汇款状况 便可立即通报远警前往处置 必立在第一时间拦阻诈骗 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近代网路诈骗案越来越多 也特别呼吁民众切勿相信 来路不明的简讯电话 以及网路交友软体 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之中 接着陈继琳观山卷报道